市長 各位黨民 大家午安 市長 你很難擺時間 有很多事情 本來想要跟你交換意見 但是 你時間很快 沒關係 我們今天可以先討論一步 你再討論 好 第一件事情想請教你 今天中午已經出爐了 你知道民進黨參選總統的代表是誰 蔡英文 蔡英文 那你有什麼話要對蔡總統說 加油 只有一句話加油嗎 想不出其他的話 他加油那你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根據這份民調我們看到了 沙喀都的總統之下 你都是最後一名 跟你自己講的 如果是一對一你都是第一名 如果這種情況 沙喀都已經成立了 那你還要選嗎 到時候再講 到時候再講 變化變驚就知道 頭過心就過了 但是 我們看到這一份民調 其實找到一個非常大的原因是 你的年輕人的支持度不斷的下滑 為什麼不斷的下滑 因為年輕人 蔡英文 蔡英文 蔡總統 講得很清楚啊 但是 你能不能夠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你對一國兩制的態度是什麼 這個目前這個 他們如果一國兩制是指香港模式 那這在台灣是沒有市場的 因為很清楚嘛 特別是在這幾天發生在香港的事 也就是說 你在台上講香港模式 大概台下就跑光了 所以 因為他沒有市場 所以你不支持嗎 不是一種正式理念的宣示嗎 政策三原則 民意專業價值 民意還是一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嘛 如果這個 沒有市場 沒有市場就知道 就不用去 不用我們去說他支持不支持 就沒有市場了 所以很明確的表示 你就是不支持一國兩制囉 應該怎麼講 我覺得這個目前在台灣是不可行的 一國兩制在台灣是不可行的 所以 我們今天看到了香港 香港 反送中運動 也產生了流血的衝突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 民主會讓人家冷漠 但是同樣的 民主 如果當別人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講話 未來我們發生問題的時候 也沒有人會幫我們講話 所以 你是不是有幾句話 可以送給我們香港的朋友 讓他們 也能夠 針對目前的運動 能夠更加堅持 更努力 這個 這個我也講過了 這個民主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 就台灣過去30年的經驗 民主自由其實是很多人流血流汗 去爭取來的 所以你也支持香港 反送中運動 應該這樣講 這個就是要節制 我覺得暴力是不好的 所以這個應該大家 在香港方面要節制 那你有什麼話要對中國講 就是慎思 慎思 要好好想一下 慎思 所以不怪你長期會被人吐槽 不會啊 這個 因為昨天下雨 他又在市府的後面 我們也不希望說那些年輕人 台北市一年有200長 200長的城抗 城抗是很多 但是我們希望說這城抗 大家不要因為下雨去感冒 生病也不好 所以你針對他們只是人道的關懷 而不是一種理念的支持 我們還是關心所有的朋友 特別是年輕朋友 這個下雨奇怪 他們下雨為什麼不移到屋簷底下 站在鄰里 我覺得蠻奇怪的 所以我們希望你針對 目前在台北市 甚至在全台灣各地 還有在香港地區 這些反送中朋友 他們的一個努力 給予更大的支持和鼓勵 不管是從精神上 或實質上在運動的一個支持 場地的一個安全維護上 能夠更加的用心 更加的用心 那當然針對你剛剛的答案 其實還是模糊不清啦 我想整個社會 包括很多年輕朋友 還是很難接受 但是我們更了解 其實對於中國這種極權的政治 你對他兇是沒有用的 你對他講道理也是沒有用的 唯有理念的堅持 讓時間去改變一切 我想這個才是最後 不破的真理 所以回到今天 市政總質群的關鍵點 第一個 端午節剛過 我們看到了 在端午節過後 在這段時間 高雄發生非常重大的 鄧科樂的疫情 在這個疫情發生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 高雄市政府可以說是束手無策 只會跟中央要錢 那請問一下 我們的整體的防疫經費夠嗎 另外一部分 端午節造成人流的流動 還不只如此 暑假快到了 這個人流會繼續不斷的流動 你在整個防疫的疫情上 防疫的動作上 你有什麼必須要告訴所有市民朋友 還有積極的表態 動作 這個是這樣 所謂新興傳染疾病 在這種現代快速流動的社會 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它完全不出現 其實不只是 我們現在登革熱 其實入境的有時候還更難防 但是我們是這樣 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它不出現 但是只要說一出現 我們立刻就圍堵消滅 特別是從過去的經驗 它如果零星出現 我們立刻撲滅 它還是不會擴大 所以在以前這四年當中 我們台北市至少在防疫上面 到現在為止還是OK的 那我知道最近環保就開始增加 那個並無眉的監測系統 你知道 所以應該這樣回答 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 登革熱完全不出現 但是至少它不會變成瘟疫 所以在登革熱 它本身的基本的症狀上 其實我們更希望 我們的衛生單位 能夠加強對民眾的宣導 對民眾的宣導 市長 登革熱最主要的症狀是什麼 可以讓很多市民朋友進一步的了解 有類似的症狀應該怎麼處理 還是發燒頭痛 這種眼窩痛 但是還是這樣 我覺得有症病 有病狀還是找醫生 不要再自己吃藥自己搞 還是專業問題專業解決 大哥一般的感冒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還是會肌肉感冒 要不然大家買個成藥吃一吃就好啦 所以人家沒有這種基本的概念去防疫啊 不過老實講 我覺得有問題還是找醫生 自己在那裡搞還是不安全 對啊 那你要大家找醫生 同樣的 大家要有基本的概念 那要找醫生 當然一方面 我們也要知道 我們整個醫療環境如何 所以我進一步要來請教您幾個問題 您知道現在台灣 台灣男女的平均壽命是多少 男79女84差不多這樣 差不多啦 你給他四捨五路啦 那你知道台灣的警察的平均壽命是幾歲嗎 不知道 不知道齁 所以我說警消是最危險的工作 因為他的平均壽命啊 平均壽命只有62.5歲 所以針對警消他們的健康他們的照顧 您覺不覺得應該要來繼續加強 這個應該系統性的解決 對啊系統性的解決 但是中央也提出來了 希望警消他們能夠平常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所以他們從蘇貞昌院長上台之後 他就立刻宣布了 警消到這個中央這些教學醫院去看病免掛號費 但是是不是我們台北市的聯合醫院 同樣也可以做到這個優惠呢 他這個掛號費是由中央來編預算 對啊 所以我們不用增加錢嘛 主要是聯合醫院聯誼要向中央爭取嘛 因為他目前所鎖定的只有榮總三種這些醫院嘛 他只要指定我們聯合醫院 我們聯合醫院就可以 你要爭取指定啊 不然現在地點點啊 我們可以去提出這樣的意思 你可以承諾本席去爭取 列為指定的醫院 讓台北市的警消得到更大的照顧 指定也是 市長這邊很加預算 這個人會偷來過 我們家會拼而已 5月30號 他在5月30號已經韓請行政院了 把聯義納入這個指定醫院 所以可以做得到嗎 這個我們有韓文 那是獲存後 一規定辦理 好的 所以我覺得中央的政策 我們應該爭取的權益要主動爭取 這個問題我從開始就職之後 我就不斷的一直提出來 那也很感謝衛生局能夠主動積極的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我們更希望市長能夠進到監督的責任 讓後續這整個動作能夠完整 讓我們的警消的朋友得到更大的照顧 至少我們可以在明年後年可以看到更大的生活 讓這個平均壽命能夠往上抬升 這是我們看得到的 那我們指揮局長請回 謝謝議員 市長 我們兩個 跟其他幾個董林 我們曾經去拜訪過歐洲 不管是到荷蘭 那到了中亞地區我們也到過土耳其 你到了土耳其有跟人家做過什麼承諾嗎 土耳其政府要在台灣蓋清真寺 土耳其的朋友一天到晚打電話問我 你們答應的清真寺到底要放在哪裡 我們從回來到現在沒有看到市府有任何積極面對的態度 你的場館要放在哪裡 你有確定地點在哪裡嗎 這個是陳志明覆密在處理 不過主要是要跟 因為出錢的是土耳其政府 對啊人家送我們一座清真寺 結果我們這邊無動於衷啊 沒有沒有我們都有跟那個 台灣駐土耳其的代表在聯絡 你聯絡沒有聚集的成果 到現在已經快一年的時間了 第一個你的選址要清楚 要變更它的分區啊 然後這個土地怎麼取得 你要有相當的預算的規劃啊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啊 是不是在這一次的年底的預算書上面可以呈現出來 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是對方出資 所以我們這邊不會有出資的問題 當然土地的部分 我們會盡量找公共設施用地 超多目標的方式去處理 但是就是如同議員剛剛講到 會有涉及到一個圖管項目 可能要有一個調整空間的做法 對啊 那你的選址在哪裡 你可以先做跟大眾說明嗎 因為這目前不是還有確定 我們是有提了幾個方案給對方 他們先去看看能不能做規劃設計了 因為第一個你地點要先確定嘛 你才能夠給對方答覆嘛 那接著市政府的行政流程 你應該要處理的 你要積極的處理面對嘛 而不是這段時間以來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進行的動作 因為我們目前有跟他溝通過 就是說地點的部分 是有給他評估 因為不是只有一處 就是給他評估看看哪邊可以 那方案的部分 因為他們內部還在討論 就是說駐土耳其代表 那邊還在跟他們的一個政府 在討論這件事 方案沒有送進來 我們這邊也沒有辦法起動 結果這一個案件 我們希望你成立專門辦公室的控管 那陳富民目前在主要控管這個問題 我們更希望看到積極的進度 我們希望後續能夠不斷的 把後續的補充資料送給本席 我們不希望市長講話 你後面要坐大位的人喔 不可以說話不算話啦 這個都有啦 講話不能這樣隨便說說就算了 包括我下一題要問的 問的什麼 你去日本參觀 參觀完之後 我們要爭取亞運 爭取亞運那麼簡單嗎 雖然我們辦過四大運 但是我們的體育政策在哪裡 陳秘書長您先請 好 謝謝 我們的政策在哪裡 日本針對亞運 2020亞運 東京奧運 他們積極的態度 希望爭取到四千萬人 台北市如果能夠隨便撿到五六百萬人 那更是台北市民之福啊 那這個也可以對後續 我們要爭取亞運有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到底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們體育政策觀光政策到底在哪裡 我給你看幾個圖案 第一個 我們要爭取很多穆斯林的朋友來到台灣 我們當然要考量到許多十一住行的問題 你看到右手邊左手邊這些圖案是什麼圖案 競爭認證 競爭認證 但是一個餐廳一個旅館要做到競爭認證 如果沒有政府的協助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希望你成立專案去控管 怎麼樣讓他能夠擴充到他的經濟規模 讓這些未來要來台灣觀光的朋友 能夠在吃的部分解決到他們的問題 在住的部分解決到他們的問題 那這個不只只有觀光 還有包括衛生物的部分啊 還有旅館的部分 所以我們到圖爾局去 我們看到旅館裡面都有一個圖案 再給你看下一個圖案是什麼 這是什麼圖案 那個對賣家朝拜的位置 對啊 但是台北市的旅館 哪幾家有這個圖案 那個旅館抽屜一打開來就有這個圖案 告訴他們要朝拜的方向 但是我們都沒有這個服務啊 所以未來在旅館的要求上 在台北市的觀光發展要求上 更應該積極的做到這一點 符合他們在整個宗教信仰上的需求 是跟議員說明我們在跟旅館 做這個輔導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跟秦珍這個 穆斯林族群他們需要的這些物品 或者說他們需要有的資訊 我們都會強調讓旅館這邊來做執行 那他們做了多少啊 重點是他們做了多少啊 你要求他們執行他們有沒有做 呃我們在局內的確有一個專案的科試 在負責這個部分 那數量的部分我們一直持續來增加 我們再把這個資料提供給議員這邊來做了解 所以會後我希望你把資料提供給 我們不希望我們針對這些觀光的需求 只是一個虛應捨尾 我們看到每一年的開災節 沒有做熱熱鬧鬧的 可是參加的都是移工啊 真正觀光客完全看不到 那你只是在現場擺攤位而已嘛 你有幾家餐廳可以提供這個餐飲的服務 所以人家來到台北根本不曉得怎麼去嘛 找不到嘛 你沒有這個地圖 人家沒有辦法無所是從 所以你要發展觀光 根本是圓木求魚 根本完全做不到 所以要發展觀光 要爭取亞運 從現在開始做起 這樣才能夠符合國際觀光的需求 否則只是講假的啦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發展觀光的角度上 每個區域都有它不同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需求 我們就進一步的看到 如果台北在不同的區域做不同的規劃 能夠發展出一個主題出來 那更是能夠吸引觀光客 甚至在國民旅遊部分 來增加台北市整個經濟繁榮的景象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看到了天棒 我們也想到了 其他外縣市這六都 人家做法是什麼樣子 你看到 Lamigo桃園球場 熱熱鬧鬧的 因為他歐踢出去了 整個天棒整個 Lamigo球場桃園球場不會被綁住了 所以他可以自由的發揮 當然市府有基本的條件控制 他用運動主題去發展了他的一個新的產業 帶動了區域的繁榮 同樣的 新莊棒球場 本來要來台北的富邦 我們是股東的富邦 和將跑去新莊球場 所以一次一次機會的流失 現在因為市長去開個球 又答應人家 天棒要花八千萬來做修繕 這個錢坑永遠填不滿 填不滿 從當初民國八十八年設立 花了將近三億 到市大運的時候又花了一億兩千萬 到現在又開了一張八千萬的支票 永遠填不滿 但是天母還是一樣沒落 台北的棒球運動 還是一樣沒有辦法興起 那當然更何況 大巨蛋是還看不到一個影子 所以現在可能有這個機會來了 我們現在看到魏全龍 臺北市的 整個台灣第五次直棒的球隊 他要來成立 而且他也放出了風聲 他希望找天母棒球場 來作為他的主場 那當然我們更不希望他對於社區 造成影響跟衝擊 如果讓他變成一個weekend的球場 weekend的主場 在平常weekday的時候 做社區棒球發展 在假日的時候 來作為職棒發展的一個基地 把整個天棒 OT 給這些球隊 給這些球團 讓整個經濟 地區經濟 能夠天母地區 從體育產業的發展 來帶動經濟的繁榮 市長 你以為這個作法有認同嗎 這個我們 是一樣嘛 OT如果是 如果是有 那看條件嘛 還有點啦 天母主要是 長期來發展不好 是因為 好像禮拜一到禮拜四 禮拜五不可以打 就是他有限制時間 所以我跟你講 你做weekend的球場 做假日球場 你假日給他做主場比賽 而且我們看到這幾年喔 天棒的收入 收不到一支腳毛啦 五六年收不到一千萬啦 根本一點幫助都沒有 如果你OT了 他帶動整個區域 你看小巨蛋 他不只只有辦活動而已啊 他底下的經濟活動 也帶動區域的繁榮啊 那同樣的 為什麼不能採取更開放的思維 去改變台灣的產業啊 這個是我們希望你們能夠 要不然我們選市長 是要做什麼 如果什麼事情都沒守成規 那台北市發展在哪裡 好啊 這個應該是請 體育局跟有意願的廠商可以開始談 八號一座 是有關於您提到的衛權農這部分 我們確實體育局已經有跟他們接觸過 也在做討論之中 但是因為 您也知道台北市身為首都 我們必須要考慮的是 全台灣的棒球的整體發展 所以細節部分我們再來談 但是方向我想是跟一座所 剛剛所見的方向是一致的 等到你們談完了齁 人家都跑光了 上次上一屆在質詢的時候 我也跟市長講過 富邦漢將 結果被新北市弄走了 那你再考量台北 全台灣的體育發展 別人都已經發展光了 市長 你在美國哪一間 民里蘇達 民里蘇達是哪一隊 那個 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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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帶動了區域的繁榮 為什麼美國必須要這樣做 每個球隊 每個球團 他都有自己的球場 那當然在台灣土地 比取得困難的情況之下 這是一種自己的做法 而且對台北市民 他的光榮港的帶入 也有相當的幫助 如果我們在沒守成規 只是不斷的投錢 投錢 對台北市有什麼幫助 你花那麼多錢 球場都不能用 也沒辦法發展 沒有任何幫助 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我具體的要求市長 你請一位副市長做專案 來了解 來掌握 這整個天棒後續發展的進度 好啊 就依照局處所管 就蔡副市長 蔡副市長 來做處理 當召集人 所以我們希望 能夠隨時的掌握進度 也希望蔡副市長 能夠及時來做回報 我們不希望這次的機會又流失 因為每個城市 都有他自己的組場 有自己他自己的球隊 但是台北市到目前為止 還看不到 其實我們的條件是最好的 這也是未來針對亞運來做準備 未來針對大巨蛋 完工之後 也能夠有一個具體的做法 還有方向的參考 所以這部分 我們希望看到成果 而不是諮詢完了 就跟掉到水嶺一樣 什麼都看不到 那再來 兩位局長請 市長你知道 現在 現在 這個同婚專法已經通過 那在5月24號之後 他也正式的合法可以申請登記 但是 針對同婚 性別友善 這整個具體的作為 不管是在制度面 硬體部分 台北市做了些什麼 針對性別友善 台北市做了些什麼 法令通過以後 我們現在就是按照法令 都允許他們登記 只有登記嗎 那你的環境呢 你環境有什麼地方需要去做的嗎 其實最簡單的 我們跟你提到性別友善廁所 性別友善廁所 教育局 從105年起 就開始推動 在各級學校 也設立了性別友善廁所 但是 他所推動的成效 如何 你有沒有來進行了解 其實我們發現到 就整個教育的角度 是缺乏的 因為很多性別友善廁所 小朋友去上了之後 出來之後都被霸凌 其他小朋友覺得他是另類 出來之後都被霸凌 所以這部分的教育 是必須要被加強的 如果你要設立性別友善廁所 不是只有設立廁所就算了 不是硬體做好就算了 你的具體的教育政策在哪裡 其中你們有做嗎 有過的嗎 其實最重要就是 宣討那個多元尊重跟包容 這個性別平等教育要 從比較好所謂的 這一個觀念上去著手 那一個性別友善廁所 只是一個輔助的 一個設施設備 那最重要就是 那個多元尊重包容 這一個核心的價值 怎麼樣落實在 所有大小朋友的 生活跟學習當中 這比較重要 對啊 所以除了教育著手方面 硬體部分 市長你也必須要要求 就好像我們一般 針對這些公共場所 我們都有一定比例的規範 像車隔的部分 還有殘障車隔 或者富幼車隔 同樣的 在各個公部門 政府機關 性別友善廁所的比例規劃 你也應該要求公務機關 要來進行規劃 這才是合理的 我就說 隔退軟退 你都要去做 不是 我如果通過之後 我就通過 我就做這個就好了 那通過這個法律 後續的配套在哪裡 我要跟一座報告 我們學校的性別友善廁所 是要經過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那個team 去做充分的討論以後 再去做思考 因為你如何為設而設 有可能手段和目的會措置 所以很重要 就是那個核心教肆 要先掌握 這樣才有辦法 讓校園充滿這個友善 讓他有尊重包容 這樣一個環境 這個是另外一個角度的思考 但是我現在提到的是 就整個政府機關 他的一個比例設置 也應該有所規劃 這樣未來才能夠面對 整個法律通過之後 所可能衍生的問題 對不對 不管是硬體軟體 都必須要去做到 所以這些動作 我想身為市長 必須要取帶頭作用 一般的公務部門 當然我依法行政 目前是什麼 我就做什麼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民選市長 就是應該有 積極不一樣的作為 來帶動公務機關 往前走 往前進 因為如同市長你所說的 公務人員是服務老百姓的 不是在找老百姓麻煩的 所以這一點 我們希望你積極來配合 那接著 那個局長你先請回 謝謝 接著我讓你看一下 這個錄影帶 市長你不算算吃娃娃嗎 沒有 現在市民商的娃娃機 很多 但是這個娃娃機夾的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好像沒有管制 娃娃機 它是自動選戶機 自動選戶機來講的話 基本上 它是一個販賣機 但是它販賣物品的種類 琳瑯滿目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在學校附近 這些娃娃機夾的是情趣用品 都是這些小朋友 在夾這些情趣用品 誰來管它 怎麼樣去限制 怎麼樣去稽查 怎麼樣去處分 台北市既然是首都 剛剛您所說的啊 我們要為台北市的首都要起帶頭的作用 那你要怎麼管理 桃園 它通過了這些娃娃機的管理自治條例 你覺得台北市需要嗎 市長你看 娃娃機喔 抱歉總 有關這個娃娃機的這些管理面 其實我們在去年 就有訂出一個標準的流程 那像這種有涉及到成人玩具的事情 其實在設備局這邊 就有依據兒哨法的相關規定 有在做查核 那是你們積查之後 通知他們去複查嗎 我們有發現這些情況的話 社會局就會去 依程序來做一個處理 那這方面其實我們商業處這邊 也彙整相關單位 在每三個月都會做一個定期的一個檢討 以這一個案例來講 我們就有發現到這個 有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在從三月開完會之後 四月開始五月開始 每個月就會接同警察局 用專案的一個聯合計查的方式 來做一個管制 那這邊呢 只要他有這個情形發生 以每個月管制情況下 會會從警察局去要求 他做下架的程序 這方面我們都有掌控到 我想娃娃機的場次 他分場主跟台主 場主跟台主 所以對場主台主的教育 這是非常重要 他們要經營這個場域 你就必須要告訴他們限制的範圍 否則這些人他只管賺錢 不管任何道德風俗的觀念 所以這幾年來 你看從107年 我們處分了28件 到108年增加了三倍 可見了這個 如果政府不出手管理 他會畏圍風潮 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光是一年的期間 就成長了三倍的 我們處理的狀況 如果不加強機查 去給他們教育 他們是完全做不到 沒有辦法自治啊 是 根據說報告 所以我們會用 採用聯合機查的方式 就目的在於 結合警察跟社會局 跟我們的力量 一起來做遏止的動作 所以是不是 他們在申請登記的時候 你們就應該告訴他們 應該做的營業性的自主管理 事先給他們一個教育 而不是只受理他們登記而已啊 這方面呢 也根據做報告 我們也針對這個 娃娃機相關的注意事項 不只包含說成了用具 這個部分 其他的相關的一些注意事項 我們都有傳單 也會到各個店家去做宣傳跟說明 那包含社會局 我也了解 他有個別也針對每個店家 這邊都有去做說明 因為他根本找不到店家 娃娃機哪裡找店家 所以他登記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給他資料了嘛 讓他知道 娃娃機他無人商店 你去哪裡找店家 所以登記的時候 你直接給他資料 告訴他限制項目 他們就能夠清楚了 不要等到事後 事後只是在做機查的動作而已 好不好 所以我們希望 事先能夠先做防堵 後續能夠做教育跟機查 把整個動作能夠完整起來 好不好 兩位先請回 再來要向市長請教 這是發生點的信義囉 在信義路 非常麻煩的 信義路底下 有信義線的捷運線 很抱歉 捷運的入口 正好擋到 這個店面的出口 而這個出口 對不起啊 市長 他在民國66年就取得使用執照 他的允許使用的項目是停車場 他的停車場的出口 被我們的捷運路口完全擋到 這個狀況在信義路的沿線 有好幾起 現在問題來了 他既然是停車場的使用用途規範 如果他的出口被擋住了 勢必他沒有辦法繼續做停車場使用 他現在變成店面 變成違規使用 變成違規使用 他也沒辦法申請室內裝修 而且更離譜的是 他現在要申請 變更使用 要繳帶金啊 我請問你這個帶金向外出 他的出口是被政府機關擋到了 被捷運施工的入口擋到了 讓他沒有辦法繼續做停車場使用 或許捷運局會說 我當初做的時候他就是店面啊 問題是他的使用執照 就是停車場 他現在你叫他會務使用 他也沒辦法做停車場使用啊 所以當初在設置捷運的出入口的時候 根本沒有做徹底的調查嘛 你出口施工不是一天兩天啊 在102年做好之後 他就存在 我們施工五六年期間沒有任何的陳情啊 他當然他在使用沒有任何的問題啊 可是他的使用執照就是這個項目 所以建管處 建管處有提供他的替代方案嗎 提供什麼替代方案 代金誰要講 他要變更使用 要不然他房子沒辦法使用啊 他這個店面沒辦法使用 在捷運信義縣的沿路有好幾個這種狀況 好 不好意思說他 店面其實還是可以使用啦 就是他原來要做停車場沒辦法進出 那如果要移開這個停車 會可以按照我們那個 繳納代金的辦法來辦理變更使用 那剛剛問題就是 一座講的那個代金是誰要繳的問題啊 其實有這個代金相害處 因為停車場要處理口 我們政府跟做一個處理口 代金相害處 不好意思說我們現在應該是申請人要出來 這是這個現在的無阻 我現在還要做停車場沒辦法用啊 這樣的話 對啊這是問題 這樣 這個是問題啊 我們把案子收起來看看怎麼解決 這應該是透過一個仲裁或是 這個不是個案 好幾個案子 對啊有這樣我們恐怕要透過一個仲裁通案處理啊 所以 市長這多久要解決 你給我時間 我想 我想 我想這兩三個禮拜我們府內就會有政策 政策先出來再講 我聽起來應該是 應該要透過法律程序解決 只是說這法律程序我們要先決定府的態度 市府的態度 根據捷運法的規範 那當然用到人家停車格這個攪帶金這些是捷運局要出啊 可是這個事後發生的狀況 根本依法無據啊 捷運局會告訴我這個依法無據 我沒辦法幫他攪帶金啊 可是事實上當然出口就擋在 當初你要設置的時候 同樣的 未來捷運要施工的時候 也必須要注意到這個問題吧 我講的不只是以前發生的 未來你們施工 要先把周邊的整個建築環境要先做一個調查 使用分區項目要去了解嘛 你們都做好了才發生這些事情 這當然政府也要替人解決 哪有叫八市解決呢 這政府製造的問題政府就要處理 我希望市長可以帶人更緊張這個問題解決 好 我們列管 這個就澎湖當然著急了 好 再來 兩位請回 跟市長探討智慧城市的問題 我們說智慧城市啊 是玩假的 玩半套的 你試過的無人公車也不見了 現在 在全台灣智慧停車的部分 智慧停車的部分 已經有三都啊 開始實施了 都簽約了 招標了 但在台北還看不到 那同樣的智慧看板也試辦了 試辦了之後 要落地 也有很多問題 結果本習去研究 發現了有很多BUG在裡面 這個問題在哪裡 也就是說我們的專案辦公室 PMO處理完之後 其實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試辦順順利利啊 試辦結束之後 所產生的法律問題 沒有去面對 我們就以智慧看板為例 你現在用專案試辦 各局處配合來做 做完了之後 因為它是專案結束了啊 我們現在要把智慧看板 放在人行道上 新工作就有問題了 人行道設置的看板 它有一定設置的物品 它有一定的規範 這些法律問題沒有解決啊 所以它要設置 碰到了困難 沒辦法 那在一般的建築物 又有建築法規的規範 所以你在試辦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針對法律的問題 來進行解套 所以你沒辦法落地 所以這個智慧城市就是玩笑 第二個 你要落地的過程當中 它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要落地 碰到是一個經濟規模的問題 那經濟規模誰可以提供 最大的業主就是政府嘛 那要不然你要廠商 要業者來試辦做什麼 試辦就是要看它的績效 看它的成效 而且政府如果不幫助這些產業 這些智慧型的產業 它是沒有辦法生根 沒有辦法成長的 它沒有競爭力啊 所以政府舉辦 用這個智慧城市的專案來做 就是希望達到這個目標嘛 所以第二個 我們要給它的是經濟規模 也就是未來它要落地 它的經濟規模 政府能夠給它什麼樣的幫助 如果它的成效是好的 前提當然是成效是好的 成效不好我們幹嘛 因為沒有競爭力 未來也不可能生存嘛 但是市府 我們要給它 一些礙於法令的規定 或者比較保守的想法 讓它沒有辦法 確實來落實 來落地 那針對這些問題 你有什麼特別的想法跟指示 報告玉座 玉座講得非常的準確 目前我們在那個 場域的那個試驗 在到擴大落地中間的GAP是比較大 那這中間涉及到技術 還有經濟可行性 還有法規的問題 非常的繁複 那不同的那個智慧城市的那個解決方案的項目 它會涉及到的那個領域也不大一樣 所以我們那個有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本府已經決策 要成立那個調整的一個專案 來把這個部分的能量跟做法做一些調整 讓整個擴大落地的積極性跟有效性可以得到改善 對啦 因為市長 我告訴你 你的專案辦公室層級不夠 它沒有辦法協調各局啦 所以你各局所產生的問題 事實上你沒辦法解套嘛 沒辦法解套 那經濟規模在採購的作為上 那公務人員當然比較保守 我依照公共採購法我來做啊 那最好做的東西不要有太大 但是你沒有先進的思維 你就沒有辦法讓它積極的 要不然你就智慧不起來啦 你想的都是保守 它只能做到一半的程度 半自動的程度 根本沒辦法處理嘛 現在那個府內各局處的溝通 上升順利 是我們目前把POC那部分的人量擺太多 然後沒有把適度的資源跟比例移到擴大落地 那這部分我們會進行改善 另外一部分就是市長你所堅持的 在公共工程任何的這些採購案 你現在都要求他們 一定金額上要採取最有利標嘛 對 那你最有利標運用在這上面 不就解決一部分的問題了嗎 對 那針對這些參與台北市智慧城市 示範這些廠商 專案辦公室這些廠商 也能夠有一個積極的效果 我剛才在說 你給它一個經濟規模 它才有辦法生存 你要協助他們 台北市才有辦法真正的去完成智慧城市的目標 那最後跟你討教一個問題 你喜不喜歡磕黑 三位請回 你喜不喜歡磕黑 你說那隻狗是不是 你那隻狗不是叫磕黑嗎 不是每天黑你的那個磕黑啊 是這個磕黑啊 你是多久沒看到他啊 沒有啊 那天爆過而已 只有那天爆過後來就不見了嗎 還給鍾小平了 還給鍾小平了 那我們希望你能夠落實 不是那天爆一爆就算了 但在動保政策部分來講的話 TNVR是目前市府積極在推動的角度 同樣的 你領養的一隻磕黑 未來他的健康要靠你照顧啊 所以我們要求要推動寵物健保 健康保險 就由這些領養開始做起嘛 請例如這個做得到嗎 健保 好 好 時間到